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很多人问 教练啊 这个叠涌腿 在打腿的过程中 很多人说要把宽关节动起来 但是我不会动 怎么办 没关系 我教你 放心 有意到难 好不好 我们平时看见的所有那些 往上的教程 它都是直接给你一个完整性的动作 而没有从简单的动作到难的动作 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教你怎么把宽关节动起来 首先 我们站在这里 很简单的 第一步是吧 膝关节弯一遍 膝关节伸直 弯一遍 伸直 弯一遍 伸直 一 二 一 一 二 三 是不是非常简单 是 第二步 你要加上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一步子 第二个是超屁股 加上这两个动作 好不好 看这怎么加 挺肚子 完膝 断下去 超屁股 站起来 挺肚子 断下去 超屁股 站起来 超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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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以把这四个动作 数一个数 一口气做出来 连贯一点 第三步 是吧 连贯一点 超屁股 二 三 四 五 五 就这个样子吧 超屁股 对不对 挺肚子 断下去 超屁股 站起来 超屁股 胖管机有没有动起来 有 挺肚子和超屁股 这两个动作 通过这两个动作 你的胖管机有动起来 超屁股 超屁股 很多人总是说 啊 要胖管机发力 胖管机发力 你总说 胖管机发力 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你知道它发力了 但是你发力 你可不可以 通过具体的动作 来描述胖管机怎么发力 可以啊 挺肚子 敲屁股 是吧 其实这个东西是 很好练的 也很好理解的 是吧 谁不会挺屁股 挺挺肚子 谁不会敲屁股 是吧 那为了有在水里面的感觉 我们还可以把两个动作 大手一夹 把后手下起来 一 二 三 四 是吧 有这种感觉 那下水之后呢 髋关节是吧 肚子和屁股 主动的来回动起来 但是别忘了 小腿仍然要往下用力的甩 加速往下面甩 把这两点做好 叠用腿 你就成功了 我先做一下 宽缓关节不动 也就是大腿不动 小腿正在打腿的 叠用腿 好吧 坐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小腿往下甩 有加速的感觉 有踢腿的感觉 但是宽缓关节没有动 只有小腿先看到甩 这也是鞭腿 但是我们鞭子很短 只有一个小腿的鞭子 你宽缓关节动起来 你挺肚子 翘屁股之后 你加上大腿的力量 我们鞭子就长了 鞭子力量大 好不好 很多人 小腿能动起来 那个大腿动不起来 胖关节动不起来 但是教他胖关节动起来之后 他又忽略了小腿 要加速往下面抽打 两者不兼得 叠用腿就做不好 好吧 一定要做好 还有一点值得 需要说的是 游泳需要多多练习啊 好吧 需要多多的练习 千万不要去练了 一两次 或者十次 二十次 就跑过来说 这个为什么总是学不会 找不到感觉 我觉得至少订五百次吧 是吧 至少订五百次 还找不到感觉 那就有问题了 好吧 加油